你爱再扩及到你自己的部落的话 屏东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的秋季论坛 邀请来自各部落文化健康站 关怀据点以及自主照顾的志工们 一起分享讨论现行部落照顾的概况 在不同客观条件与执行困境的挑战下 他们如何发展出属于自己部落的一条路 你今天照顾好老人 以后你会被后代的人也是照顾得更好 这个是我常常对我们志工讲的 其实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回头想的时候你会觉得 满屋心的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成功 而是你的过程 对所以大家加油坚持下去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长辈 他们也没有用政府的钱 还是这里做而且做得更好 我们想要这样子 像以前的大家能够团结人心 现场不只有屏东的部落志工 甚至还有来自花莲太鲁阁族的志工 针对老年化社会的趋势 他们也希望透过讨论 找到最好的照顾方法 会因为不同的族群 然后跟不同的地理环境 然后他可能需要的就是照顾的样态就不太一样了 然后就是也值得思考是说 究竟在部落族人要做照顾这件事情 又还要跟符合政府的期待 我觉得这都是有不同的限制在 在第一线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一定是那么适合 或是说我们觉得有需要的一些服务项目 在政府的政策里面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的实践 尤其是第一线的工作者 每个人的一些实践的经验 然后我们在这里对话的时候 也许我们真正的去找出 我们自己部落的原住民的照顾模式 政府因应人口老化提出许多新的长照政策 但因为原住民族部落的民族惯息 人口外移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 造成这些政策与实际需求产生落差 因此如何促成符合部落照顾的长照政策 成为这群志工未来最主要的课题 原市新闻巴朗 评农春日 常文报道